嗨,大家好,我是卡卡 有没有想过我们平常在生活上用的手机、电脑 在身上穿的衣服或者是每天出门一定要戴的口罩 在制造这些产品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废弃物呢? 而这些废弃物如果随意乱丢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 对环境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柔佛巴西古囊金金河被化学废料污染 目前事态是越来越严重 很多师生受毒气影响,送院治疗,民众人心慌慌 有的居民申诉就算家住十楼还是逃不过臭味 下雨的话还会流出黑色污水 部分人痛斥,垃圾厂引发的环境问题让家人患病 非法气质垃圾一直都是马来西亚很大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一起到全台最大的垃圾处理及掩埋厂 去看看垃圾应该怎么妥善处理吧 处理垃圾不是脚到一块地,挖一个坑这么简单 我们产生的垃圾分为失业废弃物和一般废弃物 在合格的掩埋厂,有害失业废弃物在掩埋之前都会先送到有害废弃物处理区 每一次它进来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去检验,去采样检验它东西进来 它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成分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试验去比例 试试说我要加多少的固化基,多少的水泥,然后才可以把它固化起来 固化处理的目的就是要让有毒的污染物转化成比较无害的形态 上低对环境的影响 那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这边那些就是固化砖 它就做出来是一袋一袋那样 然后它要经过养生 它在旁边带了板木那些,它就是在养生 就是你要放着一下,放着几天,然后它才会干掉,更新掉 固化块通过合格标准之后,就会送去掩埋 为了防止废弃物可能发生的深漏污染 掩埋厂也做了三层的主水格 有不透水布、天然黏土和造土坦 中间的深漏污染水呢,我们会做收集井 收集起来之后,到这边备取处理厂把它处理完 然后我们在前后上下远,好来做监测 做监测地下水的问题 除了将垃圾掩埋,掩埋厂也把找器回收进行发电 我们收集完之后,经过一个前处理 再来到压缩机,到缓重区之后 这个是中科院他们所研发的一个 微型涡轮的一个找器发电机组 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发电 我们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发电量可以持续到20年 整个地球的一个环境其实是有帮助的 因为甲烷是CO2的20倍左右 我们这个直接把它排放在大气的话 所以我们整个地球是一个危害 那我们把它拿来当做发电 对地球的暖化是有帮助的 除了早气发电,已经填满的掩埋厂商 也建立了太阳能的发电系统 作为绿电使用,也让土地可以再更好的利用 相比台湾这一家掩埋厂 其实马来西亚在垃圾处理方面 还是有很多的不足 除了有很多黑心厂商随意的丢弃一些有害的飞汽物以外 像我们之前影片也有说到 其实就连合法的掩埋厂 也没有符合标准的一些设施 来防止环境的污染 并有妥善处理垃圾对我们的影响真的非常的大 正在看影片的你们也可以一起来想想 在这一个垃圾越来越多要处理的时代 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合格的掩埋厂也会有饱和的一天 我们还有多少的土地 多少的空间可以去处理这些垃圾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 然后分享这个影片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垃圾应该要更好的处理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